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Delta病毒的肆虐 他们6月份不断的暴增 人民开始怨声载道 而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为观光 也因着疫情肆虐无法开放观光 他们面对到没有疫苗打 在一个确诊的恐惧里面 又没有办法观光 而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危机 使得全国人民开始对政府大量的攻击 而这时候长期的一个政治角力 在图尼西亚主要两派 保守专制和伊斯兰政治 分别为总统和总理 在7月25号正式的决裂 总统颁布了让军方进入到国会 解除了总理梅西西的职责 解散内阁 冻结国会至少30天 主要原因是因为总统觉得 内阁并没有很好的有效 在处理Delta的疫情 还有整个经济的危机 所以他开始一人来解决救国这件事情 而人民也开始走上街头 分别有两派的拥护者 目前他们的街头也被军方锁来管制 因为许多的暴力 许多的血腥镇压正在其中发生 我们一起来为图尼西亚祷告 这两派之争 其实也有了各国势力的角力在这里头 我们来祷告 求助来帮助图尼西亚的人民 免于疫情的恐惧之外 我们也祷告他们的政治 要再次回到理性和平以及民主 需要许多人一起来为他们来崇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把图尼西亚带到你的面前 祝我们目前他们面对Delta疫情的一个肆虐 祝我们让他们可以买得到疫苗 并且疫苗能有效地 实施在每一个百姓的当中 也使不管是总统、总理、两方的势力 不再只是因着政治的斗争 而是真实地为着人民 想到要怎么样来处理危机 不管是疫情或者是经济 祝我们祈求各国的政治 也不要参与在这其中 不要带来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斗争 好叫图尼西亚这个国家 在神的面前得以保守被拯救 祝我们祈求祢在这当中 来实行祢奇妙的作为 我们要看见这个国家 被祢来祝福 被祢来保守 主啊愿祢来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当我们持续地祷告 今天有许多国家 仍然在学生活乐当中 不论天灾与之人祸 但不要忘记我们一周一个祷告 要为这世界带来祝福 所以开启铃铛 订阅频道 我们下周见